好 误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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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上去吧 学文哥在上面等你了 我帮你停车就好 上去吧 拜拜 你怎么来了 想你了 过来看看你啊 你发的朋友叫我看到吗 什么朋友圈啊 而且是因为我太高兴了 跟你也没有什么关系 你妈的事谢谢你啊 这有什么好写的 都是聚首席 对你来讲是一个小事聚首席 但对于我们也是一件大事 我女朋友真好 她一直帮助想着我工作的事情 是不是 我今天必须要承认一个错误啊 可能对于有些事情 我会有些情绪 不然你也不舒服 她都是因为我在乎你 对不起 不收钱了好不好 哎呀 其实我也没有怪你 确实方笑语有的时候开玩笑 特别没有分寸呢 我向你保证我会跟她保持距离的 不再让你误会 我他们的工作之后就要回去了 但我有空就会过来看你 你说你工作那么忙还来回吧 看我 会不会太辛苦了 看你还辛苦吗 怎么会呢 想起你心就会普通普通 怎么办呢 见到你脸颊就变得粉红 你靠近我 连空气都变得甜蜜过头 而来不及反应呢 就都活入魔 我 向前 走一步就是彩虹 就像是还在梦中 美丽的邂逅 游戏 美丽的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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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你好 好 我愿意乱点 我愿意乱点 老板很少啊 我经常来这里 500克的鲜 很辛苦了 我听 谢谢 看起来挺可爱的 对你好吗 他人超好 有的时候会给我一些免费的东西 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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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回去吧 快去吧 快去 是不是很好的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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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家 云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啦 真书 你怎么来了 我说你怎么来了 你不来找我只有我来找你了 看看你看看你 为什么要把你自己搞成这副狼狈的样 来 莫菲 来 别帮我了 那女孩叫莫菲是吧 你查我 你是我儿子 我怎么不能查你啊 别帮我 丢人哪 你真的是丢人哪 一天到晚不务正义 还学会了打群架 怎么 我就不能说他两句吗 再没人说他 下次见他就在监狱里了 我就算进了监狱 云用不着你管 我也不想管你 这个人我丢不起 自从我妈走了之后 我就跟你没关系了 丢什么人啊 就算我被人打死在外面 你也管不着 不是 我说你这小子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的跟我对对错 这么多年来你就没长进吗 看看人家唐明轩 现在已经能够独挡一面了 你呢 你拿什么去跟人家比 你少在我面前提唐明轩行不行 我这样提唐明轩你心里不舒服 但你们想过 其实你们两个条件 不相上下你不会输回他 但人家天天努力向上 你呢 天天就是混吃混喝 不勿认言 之前靠着你那么点小聪明 创作点人名号 也快被你给败光了 我告诉你 你再这么下去的话 就把自己给作死了 你就完蛋了 能不能醒醒 就算爸求你 好不好 你醒醒 你要是愿意能够及时醒悟的话 爸爸还可以帮你 重新找回你以前走到命 好吗 你觉得这是帮我吗 你来这儿就是摆出一个慈父的样子 想教育儿子 回家找他给你生一个去啊 别找我 小雨 这话我都听不下去了 你爸爸他是真的关心你 忠叔 你就别替他说话了 自从他的那个庄月容在一起之后 我家里安生过妈 你又不怕了 你又不怕了 再怎么说 你也应该叫他一起妈 他不是我妈 他怎么会是我妈呢 我爸让你追庄月容害死了呀 我这跟你讲过多少次 你为什么就不相信 你们俩就是凶手 凶手知道不知道 你那个脑袋凶手 你们走 我不想看见你们 你们走 你们给我走 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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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能冷静下来 跟方总坐下来 好好谈一谈嘛 小雨 小雨 方总 好 方总 其实 方总 冲叔 你们怎么突然来了 你不是说小雨受伤了吗 我过来看看他 那你们现在要走了 小 小雨就麻烦你帮我多照顾他人家 为了他太闹了 有时候我也没办法 但我尽量 有什么事情 立刻告诉我 好嘞 容叔 不是 你到底站哪一边 我当然站您这边了 站我这边 我来这么长时间没人知道 你一来他什么都知道 莫菲 我住院 惹事 我住在这儿 谁说的 不是 方总 这也不能怪我 我不说别人也会说 别人会说 我现在看见你我也不想见 赶紧走 方总 那有什么消息您随时叫我 我还赶点找你吧 那我先去吃了 走一路了 你现在还可以帮我 你怎么事这么多 那怎么还不必有话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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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呀 做事啊 做出来你就知道了 雨香肉丝啊 差不多吧 我帮你吧 没关系 我自己做就好了 你就休息啊 去吧 去吧 好 哎呦 你怎么又来了 我们来谁给你送饭啊 我不吃 说了不饿 带什么吃的呀 你是病人 多喝点粥 来 我说了我不吃 一会儿有人给我送饭 谁啊 我知道了 刚才莫菲买菜进去了 行 你赶紧走吧 好 少喝点酒 病还没好 那我先走了 少喝点酒 欣雅 你吃饭了 你还不过来啊 好 Melch 还要喝点酒 好 女人 哪里 算是 不需要 睡觉你干吗要吵醒我 吃饭了 坐好了 走吧 吃饭了 是说好要等我一起吃饭 那时差还没有倒过了 那吃完饭再去睡吧 快尝尝 是我做的猪肝 猪肝是明目的 干吗 看你第一次给我做饭了 来 要不要尝尝 怎么样 等你下一次给我做饭的时候 再告诉你 那这次怎么样总好说一下吧 就提高的空间吧 你第一次想吃我做的饭 你就这样的评价 那我以后不想做了 都没有得到表扬 要吃饭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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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要学会劳逸结合 休息一下吧 陪我去喝杯东西 夏总监 谢谢 你坐啊 我听刘培说 你每天都是最早来公司 也是最晚下班的那个 看来你很用功啊 因为有机会可以来年远时尚工作 我当然好好珍惜啦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像你这样 大多数人都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难找人了 我是一个从小就很有规划的人 凡是定下的目标呢 就一定会好好地去完成它 我知道自己不够聪明 所以一定要比别人更努力才行 那这样吧 明天开始我就把你调到刘培那边当助理 你跟在他身边也能更快地学到 成衣的制作流程 我吗 夏总监 你确定我够格吗 既然我能把你安排到那边 当然说明你有这个能力啊 怎么 你还不愿意啊 不会 不会 我愿意 我愿意